无情山火一夜之间席卷而来 BC省以以为傲的农副产品之乡基罗纳 Kelona卷入火蛇之中损失惨重 山火迅速扩散 以至BC省进入紧急状态 BC省长发布了旅行限制令 西北特区黄刀市宣布全城紧急大撤离之后 由于迈克杜戈尔西野火被凌晨的一阵强风加持 一夜之间越过奥肯纳根湖 BC省这名的葡萄酒香基罗纳 Kelona半数地区沦陷 西基罗纳市和中澳肯纳根地区 现已发布疏散令并进入紧急状态 基罗纳市周四晚间发出警报 由于山火构成威胁 敦促周边地区受影响的居民立即撤离 其中包括玫瑰谷 Rose Valley 西基罗纳庄园 West Kelona Estates 以及位于西基罗纳 West Kelona 以北至Neon的West Side Road附近的所有房产 会员们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火灾行为不可预测 为了自身和该地区急救人员的安全 所有居民必须撤离 至关重要 每年暑假 基罗纳都是BC省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这场山火戒风事 瞬间占领了基罗纳大片土地 也经到了不少 正在基罗纳度假的游客 部分游客表示 本来还只是有山火风险 一觉起来 酒店直接变火警房 历史悠久的奥肯纳根湖度假村 以话为一句 有网友做了对比图 真的是烧得渣都不剩下 全省有3.5万人接到撤离令 3万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 总计6.5万人需要疏散 据悉 还有数千人已经处于失踪状态 生死未捕 周六 特鲁多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去到阿尔伯塔省会探望 从黄刀撤离的灾民 特鲁多说 本周对于黄刀居民来说 是艰难的一周 对于昨天在埃德蒙顿 与我交谈的人们 以及那些在其他地方撤离的人们 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和你们的社区 提供所需的支持 让BC省政府头疼的 不仅仅是基罗纳完全失控的大火 更让省政府头疼的是 即将出现的 汉天雷和强风天气的组合拳 BC省政府已经在推特 官网 以及BC省微信官方公众号 发布了最新消息 由于未来将会到达的汉天雷的强风 BC省很有可能会迅速出现新一轮的山火 这些山火可能会在强风的辅助下 以极快的速度在BC省肆意蔓延 所以BC省的居民都应该做好 随时撤离家园的准备 当自己居住地颁布撤离令的瞬间 一定要尽快撤离 不要逗留 这次山火对BC省全省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尤其是山火高风险地区的居民 除了要随时留意政府的新闻外 也应该频繁检测 自己住所附近是否有发生山火 以备不时之需 截止目前BC省内有380处山火正在燃烧 有158起山火处于失控状态 中国驻温哥华族民馆联发两个紧急提醒 提醒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广大中国公民 特别关注当前山火最新情况 切勿前往山火地区 注意防范风险 当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 山火持续蔓延 8月18日下午 为应对严峻的山火形势 BC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中国驻温哥华族民馆 提醒领区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火情动态 通过官方渠道 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避免前往山火波及的区域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如处于受山火影响的区域 请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有关指令 及时安全有序撤离 如遇紧急情况 请急拨打911报警求助 并拨打我管领保电话 加16043369926 或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12308领保热线 加861012308 或加861065612308 寻求协助 中国驻温哥华族民馆 也发放了表格 希望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填写 方便领馆协助撤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